各位, 冬至快樂 今天大家應該舒舒服服了 放半晝, 可以做一下自己的事 晚上和家人吃飯, 吃湯圓 吃完飯休息一會就可以看我的影片 今天我們做一個比較特別的菜式 一個美國南部很有名的菜式 叫做海鮮金寶 這裡有三十隻蝦, 連殼 因為我想做一個漂亮的湯底 當然你們可以買現成的海鮮湯底 或者用雞湯都可以 我們現在把蝦剝殼, 保留殼和蝦頭 這個可以做到六人份量 而且這個也是用品 時間會花很久, 步驟很繁複 所以要給點耐性 我們還要三條紅蘿蔔, 切大塊 兩個洋蔥, 將它們一開四 西芹的三條, 將它切斷 然後還有一些香茅 大概四條, 三四條左右 又是切斷了 蒜頭三個, 只要拍一拍 還有三塊月桂葉, 還有六七粒丁香 這就是我們要熬湯的材料 現在中晚火燒熱鍋 再加些油 再加上蝦殼和蝦頭 炒一炒 大概三分鐘 炒至乾身 和香味走出來 就可以加其他材料 這裡有些魚骨 我昨天煮菜, 用剩餘了 所以加進去, 不加也沒所謂 還有一些剛才的菜 然後再加兩公升的水 等它煮滾了之後, 轉小火蓋 煮一個半至兩個小時 等它煮滾了之後 趁湯煮滾的時候 我們可以預備其他材料 這個就是Gumbo的主要材料之一 這個就是Ocra 即是秋葵 我們要八至十條 將它們切小塊 一個青椒 將它們去核和切粒 洋蔥一個 我們也是要把它切粒 還有三條西近 都是切粒的 這三樣東西 美國人就叫做Holy Trinity 即是三位一體 這裏有五條煙燻牛肉腸 我們有五條煙燻牛肉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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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的美國南部 他們會用一條煙燻牛肉腸 但香港很難找到 所以用任何煙燻腸都可以 將它們切成一片片厚片 還有三百克白身魚 任何白魚都可以 這道菜很豐富 可以用不同的肉類 例如蟹 帶子 雞 也可以 還有四至五粒蒜頭 剁碎 現在要拌勻 兩茶匙甜椒粉 白胡椒粉和黑胡椒粉 各一茶匙 鹽 加入兩茶匙 還有一茶匙的卡燕胡椒 這個就是辣味 終於要煮食了 首先要煮麵糊 四份三杯的菜油 中筋麵糊 還有四份三杯 中筋麵糊 這是中小火 不要大火 不停攪拌 有別於一般的麵糊 這個麵糊比較深色 有些人會說 做到像花生醬的顏色 但其實最好 就是再做深一點 好像美綠的顏色 就是這樣 中小火 不停攪拌 等到它變深色 這個麵糊 差不多要45分鐘 你又跑不掉 一定要站著不停攪拌 亦都不可以走捷徑 即是調大火 快一點變深色 不可以的 即是不可以把麵糊弄焦 所以沒辦法 四十多分鐘 五十分鐘 就在這裏不停攪拌 考耐性 現在大概攪拌了 三十五分鐘左右 現在看到 就會變成花生醬的顏色 但還未可以的 我們多放十多分鐘 它就會變成這樣 一個美綠的顏色 你可以再深色一點 也可以的 但這個都可以的 接受到 要不停攪拌 我們現在看看湯 如何 攪拌了一個半小時 一開蓋就很香 現在我們就把湯隔起來 現在中火燒熱鍋 我們就用少少牛油 再把腸仔炒一會 炒一會 炒到它們上色 之後就可以倒入麵糊 蒜頭和三味一體 洋蔥 西芹 和青椒 再炒一炒三分鐘 讓蔬菜軟 有網友之前問了我這個問題 我打過這麼多份工 有沒有一份是我很喜歡的工 以及在我心目中 什麼才是一份好工 我記得我不做廣告之後 我去了電信營科做市場 第一天上班 老闆就在6點鐘 準時離開 即是我們的辦公室 接著6點3 15分鐘不夠 整個部門八成的人都離開了 那時候我都呆了一呆 心想 原來做客人真的可以這麼早離開 你做廣告的話 是不可能6點鐘可以閃到人 如果你8點可以離開 已經要湯雞還神 那時候我心想 嘩 你真棒 接著這個情況是一直發生的 即是打後的日子 可以準時6點下班 有時候當然不可以早下班 可能要7點 但對我來說 已經是很冷靜的一件事 就是這樣 即是自從我轉去電信營科之後 我才第一次體會到 有Work-Life-Balance 這件事 而且真的很重要 這件事 你會有多點時間去處理一下自己的事情 即是有一個Social Live 這件事也是很重要 即是跟朋友可以出去喝杯飲食 吃個飯 而且那時候個人大了一點 又想多點時間陪在家 即是不用每個禮拜日 喝一下茶 就中間要走了 下班公司做事 或者出去跟鏡頭 又或者好像今天這樣 大家做東 不用說遲到 甚至乎有時候真的去不了 就沒有這些事情 那個人就舒服一點 像一個人的生活 上班也更開心 不過可惜 那份工作就做不長 做了四個月之後 就調到另一個部門 回想起 這四個月就是人生最開心 即是打工仔生涯 每天都好像 拿著衛生巾上班 很難飄逸的感覺 先說到這裏 我都要打字幕 然後出去做東 臨走前問問你們 打工仔的朋友 你們在那裏上班 當然是不要爆發公司的名字 什麼行業 你們喜歡你們的工作 而有些什麼 是你們覺得很重要的工作上 在下面留言 我們先煮食 然後就可以加入香料 拌勻 再加兩茶匙番茄 再加多一點味 然後就加一罐這些番茄 我們只需要番茄 不要醬汁 拌勻 再煮多兩分鐘 然後就可以加1.5公升的湯 再加一半小時 等味道融合 這個時候廚房一定會香到震 半小時之後 我們就可以加上秋葵 還有一瓶仔的蟹肉絲 倒進去 再拌勻 最後最後最後 加上魚肉蝦肉 煮多七八分鐘 等它熟透就可以了 都是那句 有些什麼喜歡下的都可以下的 例如帶子 雞肉 或者圓隻蟹腳 都可以 沒問題 好 一個seafood gumbo就是這樣 步驟很複雜 花了很多時間 但是很好吃 做了出來之後 在飯上加一點七味粉 還有灑蔥 這樣就可以了 臨走前要和大家說一聲聖誕快樂 希望大家過一個開心的假期 OK Merry Christmas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